星期三凌晨开始 即使全日禁止堂食 做完最后假早茶午市 有餐厅就准备全日做外卖 由酒楼就决定停业一个星期 曾永珊去了解过 湾整这家面店3月先开始做外卖 但生意不多 面临全日金堂食 老板就决定改良外卖盒 希望吸引多些客人 以前我们会用一个小一点的盗 去装面和送在里面 现在我们会用一个大一点的盗 和有一个分隔的面 除了和外卖平台合作 他还主动出击自己找客人送外卖 看到他们的客人吃完之后 我都会问他们 其实你们在哪里上班 如果近的话我都可以帮送来 现在暂时有三四间公司 有和我们做外卖服务 但它都可以每一单 可能有三四十个 我都希望至少有100碗 我都可以覆盖到我的开支 不过不是每一间食市 都可以转型做外卖 包括香港仔这间酒楼 经理说酒楼开支大 做外卖生意围不到皮 宁愿暂时停业 令政府措施放宽 有茶客就趁禁令生效之前 和朋友来喝茶 之后会每天留在家 没有办法 因为疫情很重要 大家都不想这样 呈现在家庭避下 平静一点再决定 在家找食物 买好干涼的东西 酒楼说现在有50个员工 暂定未来一个星期 都要放无薪假 有线电视记者 珍永山报道